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最大的消息呢 就是日本的阿蘇火山 這個阿蘇火山很大喔 噴發了 這個其實本來就預期在這10年內會噴發 那就在今天中午的時候噴發 那各位可以看其實 噴發到底會不會飄到台灣 很多人會覺得東北風 在大家上游會不會過來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它的高度很高 噴上去是在幾公里以上 會順著吸風帶 雖然這低層的都是未來會吹的偏這個 北風這樣下來 可是這種高一點點大概是三四公里以上 都是往東吹的叫吸風帶 所以往東跑的機會會比較高 所以各位不用過於擔心啦 所以台灣的天氣呢其實今天希望大家有好好把握因為 相對的比較晴朗一點點 溫度也都回溫了 但是呢還是有點北風 但是都弱弱的感覺沒有很強 請大家好好有珍惜 希望你有聽懂我們平常的預報 明天有沒有看到 風面要有一點接近 後面有冷空氣會下來 所以明天晚上到禮拜六 開始有沒有看到六日開始 東北風加上有一點水氣 北東吟風面再度跟上個週末一樣 轉為時事涼涼的天氣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中南部還是蠻穩定的 那至於在南海 或是在菲律賓東邊 還是有一些低壓擾動在發展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相對的 還沒有成氣候啦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擔心 但是到了下個週末 可能又還是有東北風 其實最近的這個 冷高壓的這個 活躍度呢還蠻高的 都是一波一波的這樣下來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台灣的天氣呢 就今天很不錯 然後 明天呢其實 白天開始 東北風就會慢慢開始增強 封面的千元就會開始慢慢的移入 不過明天還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還是禮拜五禮拜六 禮拜五開始 禮拜六禮拜天 都是典型的東北風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迎風面的降雨 迎風面的降雨還蠻明顯的 請大家多留意了 等於是未來這幾天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然後迎風面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叫迎風面的降雨 明天白天陸續慢慢開始就會有 偶正雨 北部會轉為偶正雨 然後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有沒有看到就是東北風行的降雨 就是迎風面 迎風面 還或是宜蘭的 西南或是靠山側這邊 禮拜五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這個水氣開始下來 東北風開始增強 那六日的溫度就涼涼的 請大家注意穿著 所以北部的溫度呢 今天就回溫了 希望大家有好好把握 明天先降 後天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就開始 這三天是比較涼的 19到22度 有感覺上會比上一波 上個週末 在兩個一度左右的這樣幅度 稍微強一點點 然後到了這個 下禮拜一才會慢慢的回溫 那中南部呢也有降喔 不是太多 高溫比較明顯一點點 但是其實也是有一點感覺喔 會有一點感覺 可以考慮要穿長袖的 北部是一定要穿長袖啦 中南部呢 南部來說的話也是有一點點降 但是不會像北部那麼的多 那這幾天呢其實空氣品質 在南部來說的話 比較差一點點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背風面嘛 穩定的天氣 都是如此 那北部呢 現在已經開始 局部零星的陣雨 明天呢 有沒有看到 陶珠廟以北 還有東半部 都是陰塵偶正雨 中南部很穩定啦 很穩定的天氣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東北風增強 然後配合南方的水氣 北部東部 濕涼 至週日 低溫下探19度 請大家注意保暖 中南部日夜溫差大